我们看到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镜头右侧身穿紫色比赛服的是天津波海银行女排 而镜头左侧身穿白色比赛服的是山东日照钢铁女排 天津队率先发球 发球的是李莹莹 天津队在轮次上面也是把强的发球排在了首轮 这个球4号位的进攻是被拦在了界内 杜比野这个球是4号位 早打手出界 我们看到现在王远远和姚迪之间的配合确实是非常的默契 一传一般 打调整攻 这个球非常开往的进攻 落点在前驱 有些冲网 这球王口上郭慧珍是抓住了机会 沃尔加斯2号位又是高点造成大手出界 你看一下 哦 这个球是天津队在篮网的时候往前踢了 你看一下 哦 这个球是天津队在篮网的时候往前踢了 这个球是天津队在篮网的时候往前出网了 这个可能想发前驱 稍微长了一些啊 这个可能想发前驱 稍微长了一些啊 强度比较平 今天谢盛颜和谢盛颜两姐妹是同时出现在场上啊 甚至是天津队在内村上玩外面赢了 krij这两天特别人是队友 Dans晋队 就是在几个人子上看到了 来 这些人还能够责 鬼会真的发球也是出现了失误 双方各失误一次 这个调球没太观察到来往守候的防守阵型 再给四号位 又是新生育在四号位造成了打手出界 一传到位 四号位 林莹这个球是拐了一个直线 从边线出界了 还是到位球 这个球给到王媛媛被飞 到位的情况下 山东队这个球是打了一个四号位的短球 杜青青在复工的掩护之下进攻大城了 预传不太好调整攻 四号位李莹莹 还看这个球 因为他是左手球员 所以可能是非常喜欢这种 比较四号位比较短的球 冲进来很能积上力 而且他这个进攻点又比较高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虽然是调整攻 但是线路打得非常的深 我们看到虽然是调整攻 王文海南的发球 预传不错 又是给到李莹莹 这个是后三 放手 无功过往 小月到位还是给了郭慧珍 但是第二个球感觉 跟二船之间的配合不是非常好啊 好 瓦尔加斯的小斜线出现了失误 哇 这个球是把瓦尔加斯的进攻拦在了境内 我们在落后四分的情况下 天一队也是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是因为火轮上 火轮上大伙子起来就兴不起来了 还咱们把这蓝房子打跑一个 放上去到头一个集一个 对吧 但是他们不会太多了 包括自己进攻的力量 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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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在那里套房子 还不往下打啊 套房子 来往手 别想说坏点 轻拍了一个直线 把双方队的反击机 这个球是 呃 陈墨雅在稍微平打 打手之后变相 后边自由人虽然防到了啊 但是还是电飞了 瓦尔加斯在打斜线还是失误 今天这场比赛开局感觉瓦尔加斯的这个进攻状态一般啊 这个还是感觉比较少见 李莹莹四号位的进攻还是非常的强势啊 服务全场比赛开局 天津队这边还是换上老将杨毅 这个球一传一般的情况下 林莹是自己又通过调整弓把这球打回来 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直线 李莹莹连续的三板进攻 都是在李莹莹这一边 四号位 一传不错 天队到位的反击球 还是给四号位 上队这阵子也是加强了 对李莹莹这一点的篮防 最后是谢盛妍 再四号位进攻得分 王远远这个球的被飞 是打了一条小斜线 被飞打这个三米线之内的小斜线 这个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短球 配的不是很好 还是李莹莹 四号位进攻的得分 天队把比分追到只剩一分的时候 山东队这边按压节指导师 信求暂停了 立刻在三米线上 两个小斜线 那对一边都要是 现在准备的 码球后 那后一个小斜线 这边都要比较 后一个小斜线 五个小斜线 我是很不一样的 老师 有点 不一样的 再这边 再一个一步 老师 听不懂 老师 老师 到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给到王文涵一个拉三 也是凑开了篮王手啊 好 mm 啊 哎 啊 超 啊 快 又是零赢了后三进攻得分 一传一奔 你看一下这个球也是在四号位杜比拐弯 遭大手出界 一双不太好 第二次的接应这个肯定是要被吹连击了 接应这个肯定是要被吹连击的肯定是要被吹连击了 杜比这个球又是在四号位抓住了王口的机会 打了一个探头 局末天然队是比分又拉开到差四分啊 王宝泉指导是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三挺 老王来找找先打一脚 打下心来 太刀提没有用 暂停回来 还是利用 瓦尔加斯这一点的强攻来渡轮 卫生 一船不是很好 接应的时候第二次也没有弥补回来 只能无功过 看一下上轮队反击啊大快攻了 到位的情况下反击给了郭慧珍 这个球其实是起得有一点扎网啊 二船可能给别的位置不一定特别好传 就给了快球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拦网队员也是能够想到的 只要有一点经验的话 也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所以这手肯定会死定复攻 防守好球啊 给四号位看一下这个球 相对是要挑战 看落点 这手肯定会死定了 牺上比分23比21 一 二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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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一 二 一 一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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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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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梦杰赚到前排了 这个王文涵可能没注意 还在场下 王梦杰也是很着急 赶紧的喊拿牌 要不然他又是既打了主攻之后 又得在场上可能要客串一下副攻了 可以有点 有点 下来 下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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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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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队这个时候又请求了本局的第二次暂停 第二次暂停结束 第二次暂停结束 自由人防守取位非常不错 给到四号位谢盛妍这个球是打手出界 作为年轻队员在暂停中我们看到三中队这边 新春生指导也是单独在跟谢盛妍去沟通 还是跟他强调要敢打 其实作为年轻队员的话还是在场上确实应该敢打敢拼 要有这股冲劲 那这样的话山东队25比23是赢下的第一局 我们上次休息稍后再来关注双方的第二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 吻一带来的2022-2023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由山东日照钢铁女排 对阵天津渤海银行女排的比赛 现在双方开始的是第二局 第二局的一开局啊 也是在到位的情况下 瓦尔加斯打了一个战术球 今天开始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第二阶段的对组交叉赛 也是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比赛 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其他三场比赛的结果 因为这个是咱们目前看到的这一场 是今天的第四场比赛了 那在第一场比赛中 福建安西铁万一女排是3比0 战胜了北京汽车女排 第二场江苏中天钢铁女排3比0 战胜了深圳澳中府龙华女排 那在之前结束的第四场比赛中呢 上海光明优贝女排是3比0 战胜了辽宁冬画女排 上队换上了曹婷婷 上队换上了曹婷婷 他织好 下队换上了曹婷婷 他的比赛也不要预知 预算到位 后3 云莹这个球又是红三打到了狼王手之后变相 又是反击中瓦尔加斯二号位造成大手出界 又是瓦尔加斯的二号位地点强攻啊 这局相当队的开局不是特别的理想吗 大家也知道 是马上请求了暂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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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打cesso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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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球山东队判断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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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反击的机会给复攻 这球是 难度比较大的这个调整 跟马尔加斯进攻出现的失误 其实这个球感觉到手球能够起得更好一些 感觉这局相对场上打的不是很顺 但是也确实在这个阶段 球队也是有不少的困难 在阵容上可能有没有太多的办法去调整 终于是利用后攻把这个球打过了 稍微连赢了高压钓球 对 相手 那个量是 偷格 不然是 仍然是 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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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川到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又是姚迪跟王媛媛之间的配合 王媛媛这个下手的速度是非常快 短平 球二川一给出来 一猫 猫头马上就打下去了 抢得非常快 再往前 这个球调整攻 李莹莹还是非常的追求线路 打了一个小斜线 刚刚山东队四号位这边 也是只有自由人在整个四五号位 这个区域在防 主攻是没有下撤的 看一下这个球落点是应该是在街外的 但是看一下天津队应该是要挑战了 看一下是否有打手 天津国外银行俱乐部队应该是在街外的 天津国外银行俱乐部队应该是在街外的 而战队应该是在街外的 而战队应该是在街外的 球处对方满网队员 没有打手 这球又是给了王源源被飞 在街外冰网队应该是在街外 但还信道不凝制 为什么不准备 有没有打手 因为是在街外之间 不要有没有打手 特别有 或者被 Splash 李莹莹的进攻能力确实非常的强 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他也是前排打到后排 今天因为第一局的时候 开局之后 瓦尔加斯这一点今天的进攻状态显得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更多的进攻的分配 都是给到了李莹莹这边 这个球伤队是挑战了进攻彩线 因为其实伤队这个时候也是没有暂停了 应该是两次暂停都已经用掉了 地球未发现 好快 他上几分6比19 哎呀 这个大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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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小王翼竹在四号位并没有发力 就是一个平打造成打手出戒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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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又出现一个失误 又是巴尔加斯的发球职业得分 这样的话25比8 天队班为一局 双方目前大比分是1比1 我们还是稍事休息 稍后再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欢迎回来 您先看到的是 由咪咕视频和一栋高兴 为您带来的2022至2023赛季 中国女子盘球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 山东日招钢铁女排 对阵天津博海银行女排的比赛 前两局双方是打成1比1 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是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那么会 都青青 到后面给都青青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反击中王一竹是想打一个小斜线 再给娃尔加斯 看一下在网口球争夺的时候 山东队应该是先出网了 张砰 张砰 立线 桂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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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再逢起一个三位 放起之后落到最后一板的进攻 还是没有能够形成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局 感觉山东队明显也是加强了 对李莹莹这一点的篮防 又是后三 李莹莹的进攻遭受打手出戒 反击的情况下四号位王毅竹 也是造成打手出戒 这个反击的进攻也是充分的气跳 好 好帅啊 上队的发球直接得分 这个球防守之后还是被天鹰队抓到了这个王虎的机会 但是不得不说今天上队的自由人苏星宇在防这个瓦尔加斯的进攻的时候 还是非常不错的成功的防起了很多很多个球 一传到位给了张士奇短评 这个是西正妍在4号位的进攻拐弯 还是4号位谢盛妍 年轻的小江今天登场之后表现还是不错的 虽然有一些起伏 但是该下手的时候还是敢于下手 连队的预传不太好 电条给李盈盈 李盈盈又是高点的强攻突破 打到后区 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给到王文涵 这个复工的节奏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看到短平这个速度也是打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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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瓦尔加斯是跑了一个前交叉 但是被山盟队拦回来 过往点确实是有些低,感觉擦着网 这球瓦尔加斯是比较高的 这球瓦尔加斯是比较高的 遗传不太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整攻瓦尔加斯的进攻 裁判是判了落在街内 天军队的反击又是给到瓦尔加斯 进攻点很高 这个是一个半超手的进攻 落在了6号位 渔船不太好啊 第二次接应没有能够接起来 这个是调整球的4号位 调攻 路比是拐弯造成了打手出戒 在空中还是有一个制空 撑了一下之后 最后一下手腕有一个变化 再次保护给到2号位瓦尔加斯 反击得分 再次保护给到4号位瓦尔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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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东队的中间的副攻啊 他们的几个副攻 其实下手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不管是杨汉玉也好 或者是曹田宁 郭桂贞啊 这几个副攻 都是下手速度很快 这个球杜比在4号位是选择了一个调球 这个后三的进攻 过往点没有拉起来啊 再加上山东队 其实这局本来就是对于 李莹莹这一点的盯防还是比较紧的 所以这个球也是被拦到了境内 王玉竹4号位的这个进攻 是打到了后排的防守队员之后 出界 宜川到位 4号位感觉平拉开没有赶上 反击中还想利用复攻抢速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 天队这边反击是联系了一个短球 4号位的短球 这个球是落点在界外 一个非常流畅的一次攻 到位的情况下 给到张世奇 这个球是一个快球 预算不错 这个球可能踩线了 杜青青的后二进攻是踩了进攻线 如果是这样的一步 一定是要的 在带来 有了 有了 加油 加油 有了 在带来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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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也是 看来 球给到四号位并不是很舒服 协盛盐在处理的时候 也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弥补 球打到了界外 球打得很好的弥补 山东队这边应该是 两点换三点 换人之后 但是这个遗传没有垫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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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日报 渡过了这一轮之后 又是把两个船换下来 赢赢这个球 四号位高点的进攻 打到了五号位的底角 天队这个时候 在后排换上了梦豆 换下摇敌 一串不错 给到四号位 这轮山东队的反轮 天队的防守是非常的顽强 就是利用防守之后 反击李盈盈 四号位打了一个斜线 完全的错开了篮往手 刚才掉球 这个球是抓到了六号位这边 我们看到这个球的落点和位置 其实我们看这时候 通常四号位的进攻 在狼往并上的情况下 六号位的这个主攻 防守队员是会摆直线 那自由人呢 这时候通常会顾大脚和腰线 这个区域 也就是 五号位到六号位之间的这个位置 四号位到六号位之间的这个位置 那六号位这块 其实正常来讲是篮网的一个区域 所以也是在 防守队员在跑动的时候 特别是六号位的这个主攻 往直线跑的这个过程中 抓到这个六号位 所以还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长队这个时候 在后排又是换上了王孟杰 但是天然队的发球 又是 给前排制造了探头的机会 林英的发球 也是天然队的发球强轮 在局末还是要拼发球 这个是发球下网了 杜比 四号位进攻得分 这一球给的不好 攻守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 出网了 这样的话25比20 天然队赢下了第三局 那我们还是稍事休息 稍后再来关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银行女子排球球部队 以2P战时领先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 为您带来的 2022至2023赛季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 山东日照钢铁女排 对阵天津渤海银行女排的比赛 目前双方的大比分是2比1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暂时领先 这球是杜比的进攻 被马尔加斯拦在了街内 阿尔加斯这个防守好球啊 连赛是处理了一下 选择了一根钓球 开始在拼发球 这个球 这个球妖敌的防守 二次反应 非常的快 相当队这边还是利用反击 杜比在4号位 打手之后 落在 往前 往前 中文字幕——YK 这个球杜比也是 我们看到前面被拦过之后 这个球是提点 伸直了手臂 没有这个去往下带 直接抖腕打到后区 高点抄手打了一个后区 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进攻的方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之前也是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在练排球的时候 教练也不停地会强调的 就是你进攻的时候 一定把进攻点和线 败在第一位 首先是进攻的点 然后是线路 其次再去谈什么力量啊 这些 因为我们看到 就算这个防守的六个人都在场上 站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场上一定是有这个空的位置区域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进攻点提起来 去打到你看到的这个空档的区域上的 这个上面的话 肯定是效果会非常的好 看一下这个球 王玉竹的四二位进攻 应该是出现了失误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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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国海银行俱乐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相对这局的开局还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天津队在开局落后一分的情况下就马上请求了暂停 你瓶过间 caught 你把这个拿的呢 拿的拿拿拿 去就他的鼻子银属 giờ Sne bei 想 manager 猜猜 silence 来 渔川有些冲网 姚迪还是在网口把力球抢回来 给到张士奇 也是在暂停之后 顺利的渡过了这一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又是张士奇在网口抓住了探头的机会 谢盛妍 稍微这个球有点既往的情况下 也是加速抢了一下 手腕上抢了一板 好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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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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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